有关于我们这一个 PM2 TMP Post to Scratch 这个字式辨识这个模组 老师有一点使用上的 疑虑,我这边做个小示范 这一个模组你必须先到TcPoMachine 这个网站去做模型训练 你建立一个新的 Project 的时候他有几个可以选,一个是影像辨识,一个声音辨识,另外一个叫知识辨识 那目前我们这个要用到知识辨识 知识辨识 就是Post Sample 这个 那你在开专案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可以开到 图片辨识那个 然后你要去做各种知识的训练,训练的越详细他就 等一下辨识度就越高 这个我也只做粗略的训练,所以待会你也会看得出 他辨识上的 遇到的一些小状况 当你知识辨识好之后你必须建立模型 让他去训练 让他去训练 训练完之后你才可以汇出你的连结 再汇出去,然后你可以存到你的什么 云端硬碟去 下次的时候就不用再一直训练 好,就让他简单的训练完 我们再往下进行 那由于我们这边 没有办法 就是webcam没有办法在两个浏览器之间同时转 转来转去 所以我们就单独只用一个浏览器 像他这边要,我们就让他 允许他用 那为什么要让 这画面先出来,是让你看到你看 他现在是什么 他认为我是举右手 所以我这举右手这个模型是并没有训练好的 这样子是右手 那如果是这样 左手都会出来 这是左手 那你可以 看你自己的需求去 去 就是你训练的状况怎么样 头摆右边 头摆右 头摆左边 那你看得到他 中间有几个关节点 他是用这个来判断 所以 当我现在这样子的时候 他变成判断成什么 举右手 那我这个举右手 这一个 可能你就要再训练过 训练的越好就好 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训练 训练完的话 你就 可以直接 汇出 我们要的是连结 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OSEP上面使用 那你汇出连结 等一下他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连结 他会帮你产生一个连结 那也需要一点时间 那在这等待的时间 不行 我想把它档案打开来 我们待会再开好了 稍微等一下 他把这些模型训练完 他会 在他的网站产生一个连结让我们来使用 等一下OSEP从那边下载下去 把这模型下载下去来 来做 模型的根本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举右手应该是会出事情 所以你在举右手的时候 这个右手的部分你训练的更好 就会 更完美 我们复制 这连结已经产生了 这连结已经产生了 我们复制 好 那复制完 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你必要的时候这训练的 避免下次一直 重复做训练 也很耗时间 那你可以存到你的云端硬碟 下次直接堵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边可以做 那我要把 这个 摄影机 给另外一个浏览器用 好,关掉 好 那 摄影机关掉这边就不能用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OSEP这边 返回 那我刚才有做了一个 小范例 避免我们重新在那边拉积木 好 这边有一个积木 整理一下积木 我做了什么 举左手举右手 还有 偏左边偏右边 那我们把王子贴上来 好,把王子贴上来 那我们再把 偏左边做出来 这边是 没有读 所以我们要先执行一下 它才会有资料进来 这个连结是我们 现在已经有了 实际上我右手没有举起来 跟我们刚才 在TCBOMER新那个网站看到一样 我右手没举起来 它判断是成举右手 这很正常 那我左手举起来 它才会变成举左手 那 右手举起来 它也是会举右手 这是我们刚才 就已经知道的 缺点 那头偏左 这边有偏右嘛 那我们偏左 把它改成打成 头偏左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头偏左 那头偏左 头偏右 头偏右 左手举起来 左手举起来 右手举起来 这样就可以 直接由 这样做知识的判断 这样就可以直接做知识的判断 那 这个 知识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你这个模型的训练 是否完整 越完整它就是越好 你需要 其他地方 你看